总说喇叭 最后喇叭 最后喇叭 全都看这么来对吧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多多可力 就是咖喱吐楼 炸汁吧 炸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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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十杯可可送 可乐子呢 一 更加的容易入味 二呢 做出来的大排啊 它会更加的嫩 小放点盐来入下底味 一条根左右的料酒 放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好吧 作为毕业年年入入底味 以后来做呢 两个快打吧 要过三关 来 第一关 充分的包裹上蛋液 第二关来裹上什么 生粉 第三关 面包糠 一定有 压得越大 炸好了之后呢 就会越脆 少到一点点的油 咖喱嘛 我做了那么多年 这款的咖喱 我强烈的推荐给你 这是一款我们国产的咖喱香 但是得到了东南亚 泰国鲤油脂的吉利推荐 而有咖喱我用了就过 两屋吃多米豆越香 又不太重 又不苦的 把这咖喱 我是在它的身上停留到今天为止 米豆这么甜 刚刚放进去的猪排啊 不要去动它 就来回的晃晃它啊 因为猪排呢 它的分量比较足 今天我们主打的 深山散养的黑毛猪大牌 为的是五股杂粮 吃的是林子里面的小虫子 它的油脂呢 是分布在枝间底子里面 有一点脸花样的一种感觉 来喝喝 上面滋滋冒油的 这个时候一把的 他们的失事进去 哦呦 这个热量拉满 有 有热了就像这个 滋巴过头 可能刚才滋巴过头 它回卵了 淋的鸭酱辣汁 然后呢我们可以淋一点点的 腊油 如果浓得成热了 冬日里的一把血 其实一款非常简单的 那个猪排 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 瞬间的就能够呈现出 另外一道的美味